10月21日,凯尔特人客场对战尼克斯,第一节比赛凯尔特人就将分叉拉开到13分,次节尼克斯又打出攻击波将比分追回,次后双方进入拉锯战,最终凯尔特人赢103比101险上尼克斯, 塔图姆砍下24分14篮板,欧安得到16分1篮板5出攻,本场比赛,海欧的由于左脚踝上是缺席比赛,封线上的两名探夸,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,塔图姆在今天不仅尝笑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4个篮板,而且在进攻端也是全队最高分,也许是得益于今年夏天可比指导塔图姆训练,他的单打能力在常规赛见不斐然, 如今这个时代,连中锋都减少了背身单打,以面框为主,塔图姆在单打时却失从科比,不断通过背身创造机会,在本场的第二节末段,塔图姆在终距离接到传球,此时篮下并无凯尔特人一人,塔图姆展现出了科比的自信。 接球后迅速翻身跳投,尼克斯顶房的球员根本摸不到他的胳膊,而府房的球员在他出手后才进行干扰,篮球稳稳入框。 第三节最后时刻,塔图姆在三分线内一步接球,又是背身持球,不过他可不只是会背身跳投一招,看到右侧有尼克斯球员要进行协防,塔图姆又持球左转身突破,在45度角时忽然急停,换开帮手球员近一米的距离,再次跳投命中。 最值得赞叹的是,他在第四节关键时刻的单打,当时凯尔特人只领先一分,而尼克斯环有一个进攻回合的时间,因此凯尔特人务必将球打将。 这时绿军并没有放任欧为处置球权,而是选择让塔图姆执行最重要的一击,塔图姆从三分线外背身挤到罚球线附近,背身虚晃,左转后仰翘头,向极了科比的标志性动作。 塔图姆扭中了投篮,让凯尔特人占到了心机,也如当年科比一样,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,塔图姆的进攻能力大幅增加,他的单打已经有模有样,也许他失从科比的招数还没有完全体现,但已经让球迷有了足够多的惊喜。 没有人能够想到,科比的传人不是紫金军团的球员,而是来自他们的宿敌凯尔特人队中,每当塔图姆四一狂飙时,虎人球迷的心中总是会隐隐作通。